我們現在開始來做吊帶的長度的調節 如果說你覺得吊帶太長 我們現在把它進行縮短的動作 首先 吊帶整個長度調整在最中等的狀態 這是比較多數人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中間的這一塊五孔牌先調在中間 然後呢 這邊有個結 我們只要把它拉開 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 這時候我們的勾環會達到 最上方位置 就是你可以打個結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 達到第一階段 縮短吊帶距離的一個方式 如果說你覺得還是不夠短 像有些像小孩子 或是說很瘦脖子比較細的人 那你就勢必在做一個最極致的 縮短距離的調整方式 首先我們一樣 我們要恢復成一般的狀態 那這個五孔吊牌呢 你就先 必須調到最上方 最上方 然後呢 再來 拉這個 這個結 一樣 就拉到底 那這個 這個方式就可以達到 最極致的短 不過目前 用這樣的方式 這麼短的 幾乎是 應該是沒有人 所以說我們 Fantasma的吊帶 這個 Fantasma 幾皮吊帶 它可以做 非常 非常大的 Range 非常大的一個範圍的調整 所以說 拍攝影片 讓大家 各位使用者 可以好好去運用 這個技巧 謝謝